胆见心人香 那只叫人哭 娘娘 您肚子里还有小王子呢 那就要看皇上如何决定 皇上您说句话吧 朕已经下过旨了 好 那臣妾就去了 娘娘 您不能啊 行了别在这演戏了 要死就死 不死就随朕回去 娘娘 您这是何必呢 都好几时的大人了 竟然还荒唐的 相信人能生下狸猫 下只要刘妃跑到陈妃面前 耀武扬威 这一刻的陈妃 感受到了绝望和嘲讽 她不该相信帝王的爱 但也相信刘娥会遭报应的 果然殿外 要求赦免陈妃的群臣 已经跪了三个时辰 皇帝闻言大惊 看到这个场面也是很无奈 声称自己亲眼所见 陈妃淡下 妖孽 这还能有假 扣准告诉她 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撒谎 希望皇帝给自己三天时间 一定能破此案 可皇帝已经封建迷信了 扣准坚持要皇上答应 否则他们绝不敢回 皇帝再次大怒 他这是在威胁自己吗 没想到扣准听应和的 竟然当场承认 否则还要全体辞官 眼看着群臣离自己原来越远 皇帝气急败坏 这时救过皇帝的周阔将军 也站出来 替臣妃 喊冤 他是好人 不能死啊 皇帝也不舍得让他死 然而天命难为 就像打发群臣 周阔突然拔出剑来 吓得皇帝以为他要是军 谁料竟是要以死敬剑 我周阔无能救他的性命 陛下 臣愿以死敬剑 周阔 宋周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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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死了 皇帝才虚伪地夸赞 周阔是忠义之人 还不就是 怕过分逼迫群臣 都离他而去吗 只好传下口谕 自己日起 李渔幽避成功 命宫中内侍锦 必四门 任何人不得进出 陈琳提醒他在这里有何说的 刘妃 早就暗绰绰地想害死陈妃呢 扣准这次终于放下心来 总算保住李渔的性命了 可毕竟年事已高 经过这样一折腾 再也体力不知泪脱了血 到了下去 刘妃给陈妃准备了白铃 请他上吊自尽而亡 寇朱实在舍不得自家的娘娘 看着这白铃陈妃感叹 终于解脱了 刘妃让郭怀将他踩的凳子拿掉 陈妃刚烈到死都不愿 安咋嫣然来碰 非要寇准来 不料皇上来了 刘妃顿时 慌了 唯恐事情有变 立刻吩咐郭怀动手 郭怀一脚踹走凳子 寇朱立刻抱住陈妃的脚 让她死得慢一些 陈妃也在自救 只可惜 刘娥怎么会放过他们主仆 情急之下 静下独手刺向寇朱 寇朱诅咒 她这脏心烂肺的恶婆娘 死后不得超生 幸亏皇帝及时赶来 阻止了刘娥 皇帝质问刘娥 她想干嘛 刘娥颠倒黑白 希望皇帝诛杀他们 皇帝这一刻又清醒了些 知道这刘娥太心急 即便她好心放过黎玉 黎玉早就对面前的皇帝 失望至极 早就对她没了爱意 皇上 难道你要违背天意吗 天意 也要和仁义才是天意 否则上天就会责罚于朕 众臣也会离朕而去 这朝廷可就大乱了 好了 不必再言了 皇帝照常吩咐寇朱 留下伺候李玉 要其他人立刻出去 眼看着自己 就能轻看着这贱人去死 偏偏皇帝又饶过那贱人 刘娥怎么能甘心 就开始无理取闹 逼得皇帝出手选择 皇上 皇上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您决定吧 娘娘 您可不能寻短见 您哪有皇上 您要是出了事 那皇上怎么办 您才是皇上的心伤人 什么心伤人呢 皇帝早就不耐烦了 叫他不要在这里演戏了 要死就死不死就回去 本来今天 烦心事已经够多的了 刘娥还在此无闹 便气呼呼地走了 陈灵趁势落井下石 嘲笑他不要惹皇上不高兴了 刘娥气急败坏也哭着跑开了 报应来得太爽了 陈灵把剑扔下后 临走前告知礼遇 或一送道 陈灵不如使命 事情解决了 从此皇帝沉迷于摩天仇 所谓的长生之道 无授也集中精力将皇上 引到了修道炼丹的事情上来 企图夺其心智 建议皇帝服用丹药十年 便可登仙的道 皇帝龙颜大远 没想到他有朝一日 还能得到上天眷顾 这次皇帝是清朝而出啊 不管有多难的影子 他都要寻道 殊不知他的忠臣 已经倒在病榻上昏迷不醒 陶三春不忍前来 替皇家探望 他这是何苦呢 知道他竭尽全力了 但也埋怨他 因为他是朝廷 大臣们的主心骨 他倒下了 朝廷怎么办 难道就交给丁卫那一帮奸贼了 其实寇准也有安排 天书之事一起 他早就写信给包拯 让他立刻回朝 陶三春认为包拯还小 寇准却说他错了 是他们这些人太老了 陶三春不明白什么意思 透准咳嗽喘息地说 他们这些人 起朝为官 历经磨难 数度臣服 于官场之事 看得太明白了 所以在历朝处世之时 总是想着怎样均衡两派势力 怎样均衡于皇帝的关系 就像 手上拿着棋子 在棋盘上摆放 一旦摆错了位置 结果就是 满盘结束啊 可是包拯 王延林 这些年轻人却不同 他们蔑视制衡 知术 以法律为依据 不惜 强颜直见 不怕忤逆处军 天书出现 妖人降临 宫内巨变 留额做大 他自己即使在居相位 也已无能左右局势 因此正是他退避之时 也正需要包拯这样的人 来收拾局面的